哈囉大家好,我是彩妝,是Gini 今天這次影片要跟大家分享歐美輪廓底妝的基礎 待會的影片我建議由彩妝基礎的朋友們來看 會比較不容易遇到挫折喔 如果你也想要把你的五官畫得很立體 但是看起來非常的自然 那你一定要記得看下去喔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先確認你已經追蹤我的頻道囉 我們一起開始今天的影片囉 在歐美的底妝裡面,他們不會特別把臉畫白 所以我們挑選一個黃色的珠光勢底乳 局部打在五官想要打亮的位置 現在這個步驟是要挑選待會要用的深色粉底 我們可以上在我們脖子與臉的交界處來挑選我們的粉底 接著我們上自己本身有的粉底液 在五官中間的位置 大家不一定要用刷子上,也可以使用海綿上妝沒問題喔 上完臉部中央的粉底後 我們拿剛剛挑好的深色粉底上在整臉的輪廓 並且往內推開 上完��的角色粉底下 出現 kans 抺薄的淑粉底下 接下來這個步驟不一定加入 如果今天是要出席重要場合或是特殊場合需要拍照 或者是你今天要跑趴需要非常立體的五官就可以加強輪廓喔 這裡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推黑色遮瑕膏時不要推太用力 把剛剛的粉底都推光了 選擇自己平常用的遮瑕膏色號 除了該遮的地方之外這裡還會特別遮在太陽穴旁邊的C字處 也就是大家說的夫妻宮旁邊一直延伸到我們顴骨上方 如果你的五官在太陽穴的位置非常寬就可以把遮瑕換成修容 最後我們刷上修容餅 如果你今天要出現在鏡頭前面你可以選擇較深的顏色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出去逛個街或是想要工作 表態立體的話你可以選擇省略或是像一個一般色號的修容餅即可 這樣就完成今天的歐美輪廓底妝囉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追蹤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